教育文化的一个息息相关 是绝对有的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文化的历史 就是它是过去的一个经验 那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传统 也是能够传承我们原住民 在这个文化的这个领域 里面持续下来 那么教育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是一个传递知识的一个地方 也是让我们小朋友 能够在学校开始 它是一个教育的一个杂根 所以呢 教育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一个课题 那么从文化的观点来讲 教育可是我是一种系统 有计划有价值的一种文化的活动 而文化的传递是创新 而且依赖着教育的这个实施 那在教育的观点来看 教育现象的产生 它有教育的制度 有教育的目的 有教育的内容 还有教育的方法 文化的这个教育 它是息息相关 那我们在各个部落里面 经常都有在办一个活动 那就是我们的歌舞 我们的歌舞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注册的商标 所以呢歌舞是我们的文化 也是一种习俗 那所以呢有很多的起劳 在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承里面 有雕刻有画画有舞蹈 所以呢我希望把这个文化 就是从学校走入出去 然后从部落里面再走入学校 让学校跟这个部落 能够把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承 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 那能够让其老的这个智慧 也能够参与在这个文化的这个层面里面 那各个部落呢 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是能够延续 就借一个 就借那个经济的方面来讲 农特产全国共同运销合作社的概念 以原住民产销联盟的精神 申请专属我们应该申请专属的商标为区别 为原乡农业的经脉把关 创造原住民稳固的农金收入 照顾原民农物收入的基本 那很多我们原住民 我们是说以民为食 以天以民为食 那我们的农作物呢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行销通路的问题 那你一年在这么努力的工作 那不管下雨或者是天晴或台风 那我们做农民的都是一定要去务农 那务农之后呢 他收成的这个农特产品 就是问题就是一个行销的问题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呢 我帮你们解决了这个行销通路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们的行销农特产品 有需要行销的找我 我一定替你们做一个解决的问题 那在司法方面来讲 我们政府呢 专立了一个叫做法福会 那我很多朋友呢 他就在讲 他说有一次案子 他就是到了法院去 结果呢被告跟律师是 你追我跑的现象 为什么 那就是法福会形同虚色 完全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帮助原住民的这个地方 那再来就是转型正义 那转型正义又是什么 就是政府在跟我们玩文字游戏 那到底有解决到了 我们原住民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型正义的实质 都没有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司法改革党 能够真正的落实去改革 然后让还给原住民或者是人民一个公道 在这里我祝福大家 谢谢 各位朋友 那个我们蔡总统说要 零岁到两岁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零岁到六岁这个部分是一起养 那所以他有补助一些生育补助的这个部分 但是孩子零到两岁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 那如果我们那个根本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 能够让自己的父母带自己的小孩 因为这个零到两岁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 所以我希望能够就是在育儿的这个补助津贴方面 是要给这个父母好好的去照顾这个小朋友 而不是要给我们的奶奶或者是爷爷在带 因为隔代教育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政府这方面呢 能够把这个零岁到六岁这个部分 能够让自己的父母去照顾 然后在这个部分的经费呢 能够补助这个做父母的 因为他没有工作 所以多少就是补助他在照顾小朋友的这个阶段 因为小朋友是很重要的 透过这个马园这个一案上述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缓缓问题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只是要把遗骨以及文物还给原住民的民主而已 但实际上的操作其实是异常的复杂 那正因为知道这样子才更需要透过制度性的安排 只要对返还的原则乃至于各项细节予以妥事的一个规范 那具体来说呢 返还的过程必然涉及到权力的主张 部落的认同 还有伦理的情感 还有法律的这个关系的种种 那所以呢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很多的施法 来立专法与原相自治区的一个遵从 法治要相互了解彼此之间文化与尊重最为基本 促进族群融合之相处之道委员者 才能传承原住民祖先文化精神的 各位朋友 那个我们蔡总统说要零岁到两岁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零岁到六岁这个部分是一起养 那所以他有补助一些生育补助的这个部分 但是孩子零到两岁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 那如果我们那个根本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 能够让自己的父母带自己的小孩 因为这个零到两岁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 所以我希望能够就是在育儿的这个补助津贴方面 是要给这个父母 好好的去照顾这个小朋友 而不是要给我们的奶奶或者是爷爷再带 因为隔代教育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政府这方面呢 能够把这个零岁到六岁这个部分 能够让自己的父母去照顾 然后在这个部分的经费呢 能够补助这个做父母的 因为他没有工作 所以多少就是补助他在照顾小朋友的这个阶段 因为小朋友是很重要的 齐老师我们原住民的珍宝也是我们的宝贝 那现在文件站几乎都是老人家去汇聚的一个地方 那我想说利用这个文件站能够就是说 也不只是一个老人在那里聚会 那我想说利用这个文件站的这一种集会点 能够让比如说国中在外面读书的国中生高中生 他也能够就是参与在这个地方 也等于是说一个实习的课程 那因为齐老都在那里 那我们的文化为了要保存 我想说让这些年轻人融入他们这一种集会点的这个地方 让他们慢慢去接受我们齐老所留下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保存 那让年轻人在自己的一个各族群的这个文化里面 能够得到齐老更多的智慧的一个财产 那我希望能够这样去落实它 亲爱的原住民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第十一届三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高婉欣 我是南投县仁爱乡赛德克族 在国际市职会投入二十多年的公益社会 为民服务为什么一定要花钱 为民服务为什么一定要花大钱 那年轻人说 我不是不养父母 我不是不孝顺父母 是因为我工作的收入不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有更多的钱来照顾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说明以时为天 那亲爱的各位原住民朋友 我跟你们的心境是一样的 我身为原住民的议员 我时时刻刻都在担忧 为什么我担忧 因为我知道你们做农很辛苦 不管是下雨 不管是天晴 都需要去工作 那你们工作的农特产品 最主要就是能够卖得更好的钱 那我们赚的钱呢 能够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父母 照顾我们的家庭 培养我们的小孩子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收入 就是跟我们辛苦工作的 往往就是一个不公的一个待遇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 我可以跟我们原住民朋友 能够打包票 品质保证 你们的农特产品 我帮你们解决 只要你们想要去做 农特产品的一个行销 我帮我们原住民做这样的一个桥梁 那过去八年执政无能 意识形态的治国 执政的傲慢 让我们原住民 有很多的一个冤情 人民的陈情案也不被重视 在各项的改革 都心以 这个流以心以表面 往往在不知世上苦人多 我们要基层 听到基层人的声音 积极地推动我们的政策 服务我们的人群 那政府呢 在设立一个法胡会 要提供我们 人民各项的法律的一个资源 但是在法胡会的这个成立之后呢 其实对我们原住民完全的没有帮助 除了法胡会的这个行与虚设之外 我们转型正义 也是原住民 跟我们原住民玩一个游戏的文字 如何面对我们原住民几百年来 所遭受的各种不公不义的这个民怨 所以司法改革党在这个里面说 落实司法改革 还给我们人民公道 而且会为我们原住民专门设立一个法律管道的一个解决问题 那也是为原住民免费去服务的一个频道 一个广告